打開車門才準備上車遭穿著刑警背心的人 直接攔下在高雄岡山街頭 壓著男子往另外一臺車走 監視器拍下穿刑警背心的還不只一人 等到男子上車後 車子立刻啟動離開 目擊民眾怎麼看都像是警方辦案 沒想到穿刑警背心的通通不是真警察 事情發生在七月十一號 攔下被害人的至少有兩位穿刑警背心 隨身物品手機錢包全被拿走 事後發現都是假刑警 因為人一上車後 從高雄岡山被再往台中太平山區丟包 男子報警求助 最後由家屬接回 警方進入調查初步認定是債務糾紛 只是為了攔下壓走被害人大費周章扮演假刑警 丟包地點又在台中山區 是否還有其他的引擎持續追查中 不排除被害人避重就輕 沒說實話 三連續連貫之王 翁玉文 高雄報導